這個雲端白板裡面 所以雲端白板裡面呢 基本上 就白板上面這邊 往後請各位務必把它記下來 因為以後上課 所有相關的範例講義 還有最後更新的一些程式碼 如果你需要找到資源 都在這上面 而且後面的東西也幾乎都有 還有可能上課還沒講到的 你當然有時間可以自己去找找看 包含就是說我還有其他的補充範例 因為這個課其實講了蠻久的一段時間 以及一些這個範例 那有關其他補充範例 大部分都是同學提出來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不錯 我就把它集結在這邊 那還有我們人對這個論壇的網址 因為我講過 第一週我會寄給你 第二週以後 請自行加入到這個論壇 這個論壇網址 你點擊進來 假如說你已經加入 你可以看到這個 我會每次都貼 第一次上課 第二次第一次到第八次 每一次都會貼 另外有一些其他可能跟我們上課有關的相關文章 我會貼在這邊給各位做參考 那因為我們這門課其實非常需要實作 而且你要需要案例 你需要一直去找問題 找問題去解決 你做越多你會發現你越來越接近 越來越接近你可以很純熟的去把一個你需要做出來的問題快速的解決 主要是提高效率 當然解決方法蠻多的 我們上禮拜有講了 也許你用內建函數 或者如果內建函數沒有 那你要自己把它變出來 或者說你要提高效率 你可以用VBA 那VBA主要至少有兩種方法 不就是按按鈕 也不就是插入函數裡面 可以在使用者定義裡面可以出現 那當然使用者定義裡面的 就是你自己定義出來的函數 選舉的方式當然還可以一個蘿蔔一個克曼曼選 你還可以快速的一支選舉 那這些東西其實為什麼會有雲端白板 就是因為所有的東西只要是做過的 通通都會留下痕跡 而且我想應該相當前上禮拜的東西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自己筆記 那也可以做一下 如果你實在來不及做筆記 在雲端白板裡面有個程式碼 這邊你也可以記得把它彈出 這邊有個彈出視窗 因為如果你有沒有彈出的話 直接複製貼上 它會有斷行的問題 可能會產生沒辦法執行 或執行有錯誤的問題發生 那上禮拜的這幾段程式碼都在這裡 那如果說你想要複習的話 就是把這些Ctrl-C、Ctrl-V貼上 你的動作就做完了 那記得就是說你還要多做一些事情 開發人員要叫出來 然後呢 VBA要叫出來 另外還需要一個模組 OK 那也就是說記得 至少你要學會什麼 範例檔在哪裡 範例檔把它解出來之後 開起來 如果說像上禮拜這邊要多增加我們的VBA好了 那你有沒有忘記沒關係 這個按鈕怎麼出來 第一個 把那個其他命令裡面的什麼 制定功能區有沒有 開發人員叫出來 第二個開發人員裡面的Visual Basics叫出來 然後把它說小一點點 看到我們需要做什麼 再來就是看一下我們的什麼呢 這裡面有沒有模組 特別注意 把它插入一個模組 再把 當然你可以自己再插入那個程序 程序裡面有Sub,有Function 對不對 那如果你忘記怎麼做 沒關係 你可以先從雲端上面 Ctrl C 然後呢 有沒有這三 一、二、三、四 這四個東西 就是我們上禮拜最後做的 最關鍵的東西 對不對 那你做完之後呢 如果你要產生 一個Sub就是一個按鈕 有沒有 兩個Sub 所以門號跟清除 另外呢 Function是什麼 Function是插入函數會出現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有門號 那你就插入一個按鈕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門號 有沒有 把它複製一下 那這邊就可以怎麼樣 把它貼上那個門號 然後再來做一個清除 一樣拉一個按鈕 OK 然後再來把這個清除加上去 做完之後你就會增加兩個按鈕 那兩個按鈕的話 其實主要怎麼樣 很簡單嘛 按下它門號就出來了 按下它清除掉 另外呢 還有兩個Function 一個是手機 一個是手機範圍 好 手機手機 那手機的話呢 一樣插入函數 這個時候呢 就會出現使用的定義 手機 手機範圍 那我講過了 手機的話是要選三個 手機範圍是直接什麼 選取一個範圍給它 它會返還給你你要的東西 點兩下 但是這個以後 這個很重要啦 你至少你要學會什麼 第一個雲端的資源在哪裡啦 反正你回家 至少把它做過一遍 第二個的話呢 你至少會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Visual Basic叫出來 至少還要知道增加一個模組 因為之前好好的同學 會直接找一個地方就亂貼 然後貼上去沒有出現 一看 你就沒有模組嘛 OK 差一個 因為他可能想說 這邊 隨便點兩下 這邊也可以貼 反正白白的長一樣 就貼上去 你看不對啊 你模組沒有你怎麼跑 你不能亂貼啦 OK 貼在不對的地方 它當然不會work 一定記得啦 反正步驟不會太多 就這些 這八次上課 反正你就把這些 至少你要懂得 怎麼去產生按鈕 怎麼去產生制定函數 我想至少基本你VBA 那基本上就會用的啦 只是說你要怎麼再把 我們上課的範例 轉換到你工作上面 當然 短時間裡面當然不太可能 可是你就是要累積啦 累積你的案例 多了之後你大概慢慢就知道 怎麼做了 那裡面不外物就是了解什麼 我怎麼去控制 Sales 但最基本啦 其實你說 VBA到年做什麼 主要就是把 以Sales裡面的 每一個每一個基本的一個元素 包含儲存格 包含一個範圍 包含列 包含藍 包含工作表 包含很多的工作簿 或者其他像圖啦等等的 這些元素呢 你都可以把它當成一個物件 或是就講物件可能比較重要 你把它當零件好了 這個零件呢你可以拿來控制它 然後配合一些什麼 回圈 有沒有 Furnace 然後去做什麼 做一些重複性的動作 就把你需要的東西 倒到你需要的儲存格裡面 那當然未來我們還會再延伸出去 有更多的 那大概就這些東西 你如果可以掌握的話 我想慢慢的 你就會對它越來越熟悉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是一個基本功夫啦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我也會丟一些範例給各位 最近好像我 因為剛好上課有講到有關那個 查詢系統 跟那個大數據有關的 有沒有 這個我貼 我有貼在論壇 如果你有加進論壇的話 這個應該可以看到這篇文章 那裡面的話呢 大概就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要怎麼樣去那個什麼 像開放資料 現在最熱門的 政府開放資料 最熱門的就是實價登錄 所以如果你查關鍵是實價登錄的話 就可以找到什麼 內政部公開的 這種不動產交易的什麼實價登錄 一定規定要 那你這邊有一個open data 對不對 那假如說政府給我們的 它可以有這麼多格式 其中一個是XLS 那還有全國性的或進階 假如說你只要找 台北市或新北市 因為我的範例用新北市 你按下載 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但你要找全國也可以 那比如說呢 你今天已經把這個檔案給下載下來 那你要怎麼樣快速的做一個 一個所謂的查詢系統 這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所以我幫他解壓說 那你要怎麼快速做一個 這個查詢系統 比如說我今天需要查什麼 查它的這個不動產 不動產裡面呢 它裡面有所謂的地址 對不對 它這個地址裡面一定有關鍵字 那假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快速的查詢的話 那該怎麼做 其實 當然後面如果有機會再跟各位 我這邊是用錄製聚集的方式做出來 再做一些修改 那做完之後呢 當然一樣會需要有一個開發人員 裡面的Visual Basic 那你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檔案一定也會有一個 可以插入模組的地方 那假如各位要練習的話 這邊額外的範例 你可以從我的部落格裡面 因為我貼上去 這邊有一個最後的完成的程式 其實就是 當然你只要會貼啦 有沒有 Sub 對不對 然後這個叫篩選地址 裡面的話呢 一直到最後面 你就把頭跟尾給選取起來 並且怎麼樣 Ctrl C Ctrl C之後呢 你可以再怎麼樣 貼到你這一個檔案的模組裡面 因為它是一個什麼 一個Sub 所以呢是一個按鈕 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再增加一個按鈕 比如說呢 你可以在這個旁邊 這個增加按鈕可能 太邊邊了 所以你如果不增加按鈕 還有一個方法 增加到上面這邊 這個叫做快速存取 這個好像叫什麼 快速存取工具列 那快速存取工具列裡面的話 你可以找到聚集 那因為我有一個篩選地址的一個選項 新增進來 按個確定 好 你的功能就出來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找什麼 找比較像關鍵字 假如說我想要找一下名字街 假設可能買房子吧 剛好我們家附近有名字街 我想要知道最近交易的行情如何的話 最好是怎麼樣呢 我可以把不動產裡面 自動幫我新增一個工作表 並且把名字街的關鍵字放進來 那當然如果說你要增加這個篩選地址 然後把關鍵字輸入上去 按個確定 如果說沒有錯誤 我記得裡面好像不太需要修改什麼 如果他幫你找到名字街 可能你需要什麼 一般性需求是名字街自動幫我新增一個工作表 OK 自動幫你把只要是地址裡面 這一欄裡面有關鍵字是名字街的 假如往下找 他自己會去找 有名字街的這三個字 不管頭是什麼尾是什麼 反正中間有關鍵字是名字街的 就幫我把這些資料通通都匯出到這邊 OK那當然我這邊做完是按確定 就可以直接全部做完 你會發現名字街的答案就出來了 就在這裡 那你如果你要自己去找 就可以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最簡單的一個 如何用VBA快速處理大數據的一個簡單的範例 因為剛好同學問到他有很多資料 但是他不會建立查詢系統 那以前要建立查詢系統 你需要花很多時間 但是我這邊有個簡單的範例 就主要就跟各位分享 你只要懂得把這一段程式碼放到這邊來 答案就出來 但是裡面可能有一些你暫時看不懂的東西 你可以暫時暫時先了解 那當然這樣有機會的話我再跟各位說明一下 裡面的話這些東西都是透過有一個功能 叫做錄製聚集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在那個開發人員裡面 有一個叫錄製聚集的一個功能 這個錄製聚集的功能 我覺得是還蠻好用的 主要就是說有些的程式 VBA程式你不會撰寫 你可以藉由怎麼樣 藉由錄製聚集 他會幫你寫 很厲害這個是其他語言沒有的 那他怎麼幫你寫 只要你滑鼠鍵盤做過的動作 他都會幫你藉由錄製聚集幫你產生程式 你只要把錄下來的程式做一些簡單的修改 就可以做到你要的效果了 不過這個大概是一個過渡期 至少在完全不會拽寫程式的同學來說 這個倒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那至於其他還有蠻多的 可能你如果還不會的 你可以先練習看看 那這邊是額外的分享 就是在我們的論壇裡面 我們的論壇裡面 所以如果你還沒加到那個論壇裡面 你就自行再把它加進來 那往後我們在之後 第二次到第八次上課的相關的錄影 我把它放在這邊 那還有就是可能跟我們課程有關的一些範例 我也會貼在這邊 那請各位自己再去玩玩看 因為這個很花時間 這個大概就要講一次上課了 所以我們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 那我這些案例非常的多 你就是自己去玩玩看 反正因為這些東西實際上就是要花時間 你的功力就會慢慢進步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主要請各位第一個還是先把我們的範例檔打 就是把它開起來 那我們今天要繼續再來看就是範例檔的第二個 那你如果第一個上禮拜忘記了 請把它複習一下 在我們的雲端上面有我們要的東西 另外還有錄影的東西 其實上禮拜錄影在這邊也有 所以你就點這個完整影音關鍵字 點擊下去就可以看到了 上禮拜如果你都忘記了 回頭再看一下 反正就 或者是說你可能部分忘記 你就部分看就好了 那其實在這邊 因為透過大數據 我也可以看到各位認真用功程度 觀看次數 有沒有 56次 比起來感覺 還有需要進步的空間 因為如果跟之前前幾班比起來 數字稍微少一點點 另外在那個goo.go這個服務裡面 它還可以統計就是說 你們點擊這個連結的次數 這個最接的地方是上個禮拜 下了課之後呢 只有剩下三個人的點擊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一度就到底了 然後呢 要快上課的時候呢 又慢慢有往上 OK 其實這個是一個指標啦 那因為雲端白板裡面的東西 都24小時 隨時為各位服務啦 這樣的教學其實主要 就是盡量沒有時間跟空間的限制 但是我講過 因為這門課 它跟其他的那個比較理論性的不太一樣 其他理論性你可以講很多理論 做不出來沒關係 但是這東西是要做出來 才比較重要啦 你理論講得太厲害 你說我很會講VBA 然後呢 講半天你做給我看 很抱歉 這部分做不出來 那沒有用啦 所以你們可能比較有問題應該是做出來 OK 後面先還給各位家 所以呢 你需要很多的案例 然後呢 不斷的實作 才有辦法去面對各種問題 找到一個最好的一個解決方案 那這樣的話自然效率就提高了 那效率提高之後呢 你就會有更有多的時間 再去學習VBA 所以我看到之前比較多的同學 正向的範例是 他因為把VBA這項技能 用在他的工作上 他的工作效率提高了 所以呢 因為這樣關係 他有更多的時間 那他有更多的時間呢 他又可以繼續再把這個 就是VBA再繼續學得更好 因為這樣關係 當然得到更多的專業 也就慢慢當然他就有一項VBA的專業了 因為這樣關係呢 他的工作選擇權就變多了 也就是工作不再是被工作選擇啦 而是他選擇工作 OK 所以當然這個部分提供給各位參考 就是如果你要有更好的空間 就是未來的發展 那你就是需要做一點點投資啦 因為我聽到蠻多同學就是 工作裡面一直是負向的啦 大家為什麼負向 因為你一直在 就是有點是在燃燒自己照樣 照樣老闆 老闆當然你把自己燃燒完了 老闆當然也 也覺得你好像沒有燃燒的價值 也許就丟到資源回收了 所以如果你要正向的話 也就是多做一些可能正向的事情 OK 試一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會接著繼續來看下一個範例 就是那個邏輯部分 那邏輯部分當然我們上個禮拜 有用到一些if 但是除了if之外 還有其他的 比如說像and或over and或over就是連結或交集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當然也可以跟VBA做連結 那VBA裡面呢 一樣會有那個and or 就是if的邏輯部分 所以請各位先開啟那個 第二個範例 那待會我們來看第二個範例部分